今天来教大家怎样搭建篝火 首先找两根比较大的原木 当做基座 然后找一些比较易燃的植物 比如说松针或者是小树枝 在野外的话如果有报纸也可以用 然后在两根原木上垂直 搭上搭几根比较薄的木头 这样是为了当火燃烧起来的时候 它可以作为一个支架 然后空气可以从底下流通 然后促进燃烧 在这个支架上我们可以搭建第三层 注意这个 这一层木头要比基座要小 然后如果想搭的高一点的话 可以继续往上垂直香蕉 搭上第四层 第四层的木头的长度要比第三层要长一些 这是为了当第三层燃烧完之后 上边这一层木头会塌下来 然后这样的话会支撑到最底下的原木上 这样的话依然会有空间在 依然会有空气在底部流通 这样的话防止篝火熄灭 如果愿意的话 你还可以搭第五层第六层 今天的教学完毕 多谢